名稱實際上就刮虎後面的名稱 所以你刮虎後面的名稱 如果變動這邊也會變動 他是去抓一個 兩個三個 來的 那這個時候呢因為我提供給他 就是 電信業者 是11 所以11會放在電信業者裡面 他有點像是一個暫時存放的變數 不過他叫引數 然後呢 門號放進去 墨碼放進去 這個時候有沒有 我們不就是這三個都有了之後 那會丟給手機 所以手機會秀出來 他就組合 我們不是有一串公式嗎 那一串公式不是丟給手機 手機就秀出來 秀出來之後的話 最後會return 會返還到哪裡呢 返還給自己 所以按確定的話 就會丟到這邊來了 就完成那個cycle 所以 我剛剛講過了那個sub是線性的 往下跑 就結束了 但是方選不一樣 方選是 先要 然後再丟回來 所以這邊點兩項 就OK了 好 這個是第一種方法 有同學 就會問說 老師 這個好像有點麻煩 我一般習慣 如果這有三個連續在一起 那我可不可以連續 選一下 不要三個嘛 我就 給一個就好了 刷一下 就通通都OK了 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 可能要修改一下 程式 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這邊 會有三個格子 那這三個格子呢 我將來可以丟給一個 叫A的 一個變數 他放給他 那 特別注意喔 他的 欄跟列的觀念 跟sales很像 不過他是 針對這個範圍 他是第一列 他是第一藍 他是第二藍 第三藍 所以如果將來 你丟給這個A的話 那A的第一個格子的話 他一定是什麼 A先列 再藍 所以這個格子裡面知道 A11 這個格子 A 多少 1 2 就是 A 1 3 對不對 所以 程序呢 如果你要改成範圍的話 非常簡單 只要改什麼 把這個 Ctrl C 然後呢 你就貼上 把這邊加一個範圍 然後呢 再抓一個 那他會給你一個什麼 給你一個範圍 比如說 就是叫電信頁子範圍 假設 這個名稱自己定 那 本來有三個格子 變一個格子 但是你 抓過來的東西 你可以什麼 先丟給一個A A等於什麼 就是電信範圍 這個電信業者範圍 這個把它複製過來 他就丟給他 他是A嘛 那後面的東西就是什麼 這個就用什麼代替 A A 挖壺 第1列的 第1欄 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 就剛剛講 A 挖壺 第2欄 這個是什麼 挖壺的第3欄 這樣就好 OK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只是可能 我們做一次給大家看 最後的話 如果插入這個 公式 假設我用範圍的話 這邊又跳出一個範圍 他要問你說電信業者的範圍 就這三個 然後不是有 A11 A12 A13 然後就 直接就Return回去 不過特別注意 你想說 老師這邊怎麼空空的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 我們在 複製貼上的時候 這個名稱 跟這個名稱不match 他會變成說 丟過去 你丟給手機 沒有手機這個東西 他叫手機範圍 所以上面跟下面 一定要是同一個名稱 不能同名稱不同 不能他會露接 OK 那這邊的話 最後 一樣 把它做完之後 這個部分應該就OK了 手機範圍 選一下 三個 結果沒問題 向下填滿 OK 應該懂那個意思啦 只是說你要實際上操作過 那最後的解答 在這邊 一模一樣 好 畫面 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 很快速的 幫各位 已經 進入了 VBA的領域 兩個重點 一個是Sub 程序式的 一個是 制定函數式的 好 下個禮拜的話 基本上我們有 表單 也許可以再加個表單 然後還可以再做一些其他的變化 所以 細節部分 我還是建議各位 就是說 可以先複製貼上 反正你先walk看看 最好 刪掉 再做一遍 了解他的原理原則 另外工作上如果有出現類似的需求 改改看 多做個幾遍 我想應該 這個東西很快的 你就可以很快上手 好 好 感谢观看